最近來的一片後悔的照片 還是在市區的一座橋 平常是大家可能不會特別來注意 不過透過這裡的電影的作品 全部裡面很小命 包括原來生活的酒餅 是這麼漂亮 南大跟草屯的社區大 還有電影班學員 跟他們最高的身高來做電視 上面是星星 這是遊客拿著手電筒 要去排入出 要去上去的路線 遊客走上去嘛 夜遊和安山 作品的內容是相當的豐富 能看到學員驚過的婚姿 頭過的立命 跟各地美近來協力 跟大家分享 這個老師跟勤男也希望學員 所以學會剛才來協力 協力的操作意外 竟然可以頭過觀察 來找出讓自己感動的題材 讓入出的作品是充滿感情 那最主要是你要親身體驗 你拍照的那個效果 所以你臨場感 跟實際上的光影變化 你才會體會到你操作的功能 而且不用去欺負 直接就有經驗 那經驗累積下來 你拍出來的效果就很好 學員表示 雖然給我點贏的確定 常常在日後才沒出 還是爆米的時候出的協助 甚至有時候所欺負的地方 也不好走 不過都是不敢去體驗 所有對的不然是點贏 要有生活的重視 很多人認為拍照拍照 其實不是 從拍照的過程中 我們學到互相合作 有時候那個嚴懲很高 然後比較伸強力 這樣的同學就會上去 然後拉這些女生一棒 所以這個真的是 在我自己學習拍照之中 我覺得是學到一個團結合作 去拍過行為 然後會比較瘋狂一點 然後年輕人想說趁年輕 趕快能做就趕快去做 在特別安排的表演檔中 來欺負這麼多 隔壁的人數來參觀 這項電燃燈出的時間 到11月11號圍寺 民眾千萬五湯來撤過 現在林雲昇 彩虹報道